各位好,很多人会说学棉语应该是先学绘画还是先学文字 省得你走错路,走很多弯路 我在这边来解释一下应该怎么学才会更有效果 其实我的建议是先学一点绘画再来开始学文字 很多人就会说不管是学什么语言都应该是从最基础的开始 学拼读这样子才接着一步一步来 不然发音都不会发,那确实也是如此 可是因为缅语缅文的构造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字母都会了,那可以 比如说,那直到33个都会念 可是你会念这只不过是皮毛而已 为什么?因为缅甸文字的拼法 它不像说英语说把字母跟字母拼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字 不是的 是说这33个字母你只可以用一个 然后这个你要加上符号 我们简单的来说为符号 加上符号它才会变成文字 而这个符号它有无数无数个符号 所以就等于说如果说你只是学了一点点 如果是你说我对你的文挺有兴趣的 我开始学看看 你只学了其中一点点的话 等于以后你看到一个句子 你等于是几乎什么都不会读的 所以我们就说你要学就学全套 不然的话就是比较浪费时间 而且主要没有动力 为什么请看 比如说法机它加上这个字母 这个符号它是字母 字母加上符号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词 比如说这个符号音它就 叫做大阿咖它就变成大就是车 那你说它有规律的 那我们卡坏放上去 卡阿咖它就是苦啊 对没有错 那可是这个符号它还有这种 比如说这个加起来它就是给 这个加起来你看两个符号加上一个字母 它也是一提的就是一个文字里面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符号 它就变成加上一个字母才只是一个 那你看甚至到最后这个比较复杂的 这些这些这些全是符号 你看这一个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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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个符号加上一个字母 它才变成一个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等于你学的时候 你要从最基础的一个符号开始学 然后到两个符号三个符号这样子 所以一整套学下来 当然它还是有规律的 没有错 就是说不难学 只不过它工程比较大 你要学的时期会很久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又不会讲年语 然后你就一直学这一个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学了一点点还没有用 你出去用不了 你去看哪都看不懂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最好就是 你先学一点绘画 你看比如说吧 如果是你只是学了一半 然后你看到这样子的 好长的文字里面 你看你学过的有什么 可能只有这个简单的 简单的而已 这些复杂的复杂的 你根本就没有学过 所以等于这一行里面 你几乎是看不懂 你只看懂一两个三四个词 这样子而已 好 但是呢 你说可以先学一点文字的原因 就是把自己的动力提起来 你看吃是杀 好 饭是特面 菜是天 那你就可以说 我自己学了 吃是那 吃饭就是杀特面 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也不对 因为汉语的文法 跟免语的文法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学了这个单词之后 你知学也好 跟别人学也好 然后第二步 你就接着再学一点 基础的文法句型 这一个 可是你这个学 跟这个文字有什么差别 它就是你学了 比如说今天我学了十个单词 这十个单词 我就两三个单词 我就可以跟免甸人讲讲看 可以沟通看看 还有我一讲出去 他还听得懂 他讲的有几个词我也能听得懂 你看这样就会很有动力 然后这样子 接着学下去 自己才能去坚持嘛 对不对 可以跟人沟通嘛 那但是呢 就是第二步 你需要学一点基础的一些 句型跟文法 那最好是你可以找一本 有双语的 那么你可以问周边的人 可以问懂双语的人 也可以问一下那个缅甸人 他自然会告诉你 所以等到说你差不多 学了一些些了 差不多一点了的时候 你再学这一个文字 或者是你可以同步来进行 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建议一定要先学 这一个那个缅甸语哦 语就是口语要先学一些 接着再学文字 哈?